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理家里当保姆带孩子 因为他一直跟着经理经常会回来 一来二去我们就认识了 两人到底因为什么事情互生好感 我俩都想不起来了 反正半年之后他正式入职这家公司 我俩也确定了恋爱关系 在大众眼光里 一个农村姑娘和一个城里的小伙子 一个家政服务人员和上班白领之间 可能有差距 所以婆婆一开始觉得我配不上他儿子 我其实是能理解的 但随着社会发展 用职业和地域去衡量两个人是不是般配 真的不够客观了 并且我也一直努力去考业大 通过自身努力拿到高级家政服务人员的证书 等到我和我老公谈婚论嫁时 我的收入已经超过了我老公 不管婆婆如何不满意 但到底拗不过自己的儿子 最终婆婆还是同意我俩结婚了 自然了 也给了我下马威 比如没有彩礼 婚礼也是最简单的 婚后对我的态度也一直都高高在上 我说服了爸妈 自己也没有去理会婆婆这些小心思 想着家和万事兴 婚后的生活对我来说还是很温馨幸福的 我和老公一起努力 赚钱买房 一切都往好的一面走 但婆婆动了歪心思 之前也说了 婆婆一直是看不上我的 因为我来自农村 也因为我学历没有我老公高 最后自然是职业了 她觉得自己的儿子 即使每月五千元 但做办公室 比我一个伺候人的保姆要强多了 工资高也没用 婆婆一直都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 她觉得我不配 本来我俩没在一起住 她即使对我有意见 我也能当没听见 但这次不行 她就是不放了 因为小姑子怀孕 她想让小姑子和我们一起住 让我来照顾她 我真的想说 我婆婆就是 自己的儿女千好万好 别人家的孩子就各种看不起 因为小姑子学历也不高 和我一样 高中毕业就没有继续念书了 我所试试了一段时间 去镇上的一家超市 当服务员去了 说白了 在工作性质上 难道不是和我一样 都是伺候别人吗 但婆婆不会这么觉得 她觉得自己的女儿就很好 工作也很好 小姑子工作不到半年 认识了一个无业青年 两人一来二去 谈起了恋爱 等我婆婆发现的时候 小姑子已经怀孕了 她死活要结婚 婆婆没办法 只能是同意 最后算是领证结婚 婆婆心疼女儿 从小姑子搬去婆家后 就一个劲把家里的好东西 往女儿婆家送 还为了我不说闲话 先生夺人 和我说 女儿是我十月怀胎 我心疼是理所应当的 我下了想没理会 我一点都不在意 婆婆给小姑子送东西 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可以自己买 本来这样的日子 可能也能一直过下去 但小姑子从小就被惯坏了 婆家条件不好 她住不下去 每天都和自己妈妈撒娇 要搬回来住 我婆婆也不是不想亲自照顾女儿 但她之前生了一场重病 可谓是先有余而力不足 思来想去 她想到了我们 婆婆给儿子打电话 说让小姑子搬来 和我们一起住 说是离产检的医院近 而且我们还能照顾这个妹妹 老公当时没答应 她有个优点 就是涉及小家庭的事情 会先和我商量 不会擅自答应 我和她分析了利弊 表示 小姑子住过来 肯定不行 婆婆见儿子不同意 认定 是我在中间挑唆了 所以 对我越发不满 更是狠狠骂了儿子一通 她说道 你瞧瞧你媳妇 真是狠心 宁愿和丫头一样 去伺候照顾别人 却不愿意照顾自己小姑子 不过 不管怎么说 这事情 也算是这么过去了 中间 我和我老公 也带着钱 还有礼物 去看了好几次小姑子 婆婆虽然黑着脸 不理我们 但钱和东西 倒是都收下了 时间也很快过去 马上就到了小姑子预产期 小姑子可能实在受不了 婆家的居住环境 觉得自己婆婆 肯定照顾不好自己 又认为 请来的月嫂 在这样的环境中 肯定也是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小姑子觉得 自己坐月子 肯定要受委屈 万一落下月子病 可怎么办 婆婆一想 也是这个理儿 又想到了我们 这个时候 在我娘家爸妈帮助下 我们在城里 已经贷款 买了一套学区房 婆婆觉得 比自己的两居室 要好太多 一定要带着女儿住进来 这次 婆婆没有选择打电话 而是直接跑了过来 婆婆过来之后 一点客套都没有 看了一眼 我给孩子准备的房间 自言自语说 我女儿 在这里坐月子正好 然后转头和儿子说 儿啊 你媳妇是保姆 本来就是侧候照顾人的 让你妹妹来你家坐月子 我在卧室听到这句话 心中冷笑 这话确实没错 我是保姆 之前也学了一段时间 月扫方面的知识 但我会照顾人 不代表就愿意免费 照顾小姑子呀 再说了 要是之前我们相处融洽 他们一直对我都很好 那我肯定是愿意的 问题是 小姑子一直搞小动作 和婆婆挑拨我和我老公的感情 我现在能愿意 就太傻了 老公还在和自己妈妈分析为啥 不能接妹妹过来坐月子 但婆婆听不进去 差不多就要破口大骂了 我实在没忍住 就出去对了她 我说 婆婆 当初我需要婆家帮忙 你说你看不上我这个儿媳妇 所以不可能帮忙 说自己选中的婆家 就自己承受 小姑子现在也是自己选中的婆家 所以再寒酸 再不满意 也只能自己承受 婆婆一听我这话 当时就黑了脸 老公可能也觉得 我这话有点难听 所以摆了摆手 想要阻止我 但我知道 婆婆这样的脾气 隐忍是真的没用 之前一直隐忍 所以一直被她看不起 我没等婆婆发作 继续冲着老公说 你要是心疼你妹妹 想接过来也没问题 她来 咱俩就离婚 别忘记了 这房子我有三分之二 说完我就出门了 等我回去的时候 婆婆已经走了 老公怎么说服婆婆的 我也不想知道 总之 后来婆婆再也没提这个事情 对我态度也好了不少 我算是发现了 有些事情 当面干脆立个拒绝比较好 有些人 就应该对她们强势才可以 遇见这样的婆婆 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我这样的方式 合适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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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